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习 大家好 我是老Z 分尸这样的犯罪手法 放到全世界各地都十分常见 原因就是灭阵容易 移动相对低调 于是衍生出相尸 代尸等等模式 像是过去我们讲过的 系纸八年代尸案 以及2022年9月 刚在新北永和爆发的 兄弟分尸案 也是采取行李箱弃尸 但凶贤就希望不要被人找到 丢得越远越好 可是今天这起案件 凶贤却要这些尸块 放在自己每天生活 看得到的地方 令人毛骨悚然 接着就跟着老Z 回到案发那一天 台南农村一只老狗 揭发分尸命案 雕出干扁头颅手臂 手指却不翼而飞 抽水寻找残枝凶刀 地毯搜索全扑空 虎牙特征大海捞针 淡水除尸 进城关键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 仁德分尸情杀案 时间回到2013年9月11日 再过一个星期 就是中秋节了 在台湾市仁德区的土库 是个淳朴的农村 但这天 辖区的龟人警分局 却很紧张 因为在一处偏僻的巴勒园 经传有女子分尸命案 然后发现的 不是一般普通民众 而是一条被收养的流浪犬 胖胖 坦然仁德土库的这块草丛里 9月11号下午 因为民众来这里遛狗 没想到狗儿却从杂草里 叼起了一截人的右手 吓得民众立刻报警 他就是一直碳 一直碳碳在里面 碳那个田里面嘛 我就觉得奇怪 他就进去了 要跳进去了 他就雕出来 瞄了一下 以为是假手丢回去 没想到小狗胖胖不仔细 再去雕回来 主人仔细一瞧 不得了是只风干的右手臂 左右前手臂 装在装米的尼龙袋里面 拿到巴勒园那边长治 他右手臂大概有32公分 他的手掌的部分 剩下掌心的部分 就是从手肘到这边 但是已经没有手指头 只剩下半掌 怎么会出现一截手臂 检紧直觉不单纯 动员搜索附近草丛 傍晚又在附近 发现了另一截断臂 是谁下手这么凶残 两只手臂被送到了见识中心 这个是很明显是不规则 好 这个是不规则的 可是这一块我就真的是不规则 这一块的痕迹是很平的 搞不好端起来 下面端起来是高的痕迹的话 他也带过来 啊这一支是明显是有平的痕迹的痕迹 这一支是龚龚养出来的痕迹 这一支是昆巢啊 昆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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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底 可是他如果要把这个东西放在那里 应该要有个东西 要有装啊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外面 他都裹落在外面 对吧 所以我想说是有一包东西没有被找到 这也是明显是被雕出来的 一双断桨的手臂 让警方根本无法采集指纹比对 雄贤到底是有多么狡猾 但当务之急 就是找出更多的残肢 才能够厘清死者身份 而最关键的头颅 藏在哪里 却怎么找都找不到 见识人员这一番话 搜索的范围拉得更大 百名警力几乎翻遍 周遭两公里农田果园 如果有发现可疑激证事物 就交给建树人员 来做现场的一个财政 连续三年搜索毫无所获之计 最先发现断臂的小狗胖胖 匪夷所思的 又从果园里雕出了一包东西 那搜寻人员就 上前一摸的话 感觉上是一颗人头 用剪刀一层一层的帮它剪开 发现里面是一颗女性的人头 它把它割出来 然后我们就顺着割出来 它就剪开 应该是这个没错 有味道 有味道 应该是这一个 有味道吗 有味道 有味道 它这个本来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没东西 这个都没东西 丢在这样 所以它是这样被狗取出来而已 本来有装一些东西 不知道装谁 可是都被打走 不要走 千万不像什么标志的 它这个好像是服装的 像我们不是店 我们有这个 胖胖在11号中午12点多 现在附近的农地 雕出又钱币 警方货报后展开搜索 下午6点多又找到左钱币 隔天警方搜索一整天毫无所获 但胖胖一出马 两分钟就找到死者头颅 他就说 这只狗找到的吗 我说对 他说你的狗真的很厉害 两分钟就找到了 警察说半天就找不到 所以三天收不到 一包白色塑胶袋 丢弃在果园深处 非常隐秘 这是发生在台南仁德区的 惊悚分尸案件 案发后警方持续在现场 进行搜索 来到分尸命案的现场呢 两只手臂的残肢 是被丢在杂草丛生的空地里头 而头顾则被层层包裹 丢弃在果园里 第一层是枕头套 第二层是黑色塑胶袋 第三层是白色的超商购物袋 那旁边有散落一些塑胶袋 还有一个专迷的尼龙袋 胖胖无庸置疑 是个大工程 先不论它到底是怎么闻出来的 眼前这颗头颅 跟寻货的左右手臂 拿来DNA比对后 确认是同一人 只是DNA制药库 却没有显示结果 光靠这颗头颅 能找出身份吗 其方会同法医相验头颅 研判中年女子死亡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两个星期以上 并公布特征 希望能尽快确认死者身份 头颅颈部 都有经刀器切割的这个纹肌 那主要特征 就是它的牙齿 牙齿就是 上面纹牙的右边的第一颗 它是往内抱 那有穿耳洞 留长发 然后长发有 头发有探前过 它两耳都有穿耳洞 耳洞 距离耳垂的下缘 算是比较高 无论东南俩女子 专耳洞的时光 上排的牙齿 右外的门牙 是内抱的 它的全齿是外抱的 那全齿又缺一个角 那左右旧齿上下 都有蛀牙的现象 但是没有接受治疗 那以台湾健保制度的健全 女性爱美的天性 应该是外籍女子的成分比较高 真的是外籍女子吗 不敢百分百确定 检警依照头颅特征 绘制斜巡专刊 每几天涌进八十几条线索 像有路边发现一些内脏的 他也来报案 其实我们送到去检内的都是猪 其实附近的人都很害怕 会有外籍女子的推测 是因为尸块发现的地点 附近都是外籍移工上班的工厂 加上有高雄男子跟警方透露 这个死者好像是他失踪的越南籍妻子 因为欠地下钱庄的钱 下落不明 但最后因为虎牙左右位置不同 排除了这条线 博虫气势方式 以枕头套包裹这一点来看 警方研判 情杀的几率相当高 大型抽水马达直接到巴勒园旁的水池抽水 这是台南分尸案 发现头颅跟手臂的果园旁 警方搜索三天毫无进展 怀疑其他的残肢跟凶刀 很可能被丢入水池里头 但是抽干以后也是没有发现其他的尸块 局长 局长然后率领争霸队的队长 还有我们行大大队长 当然一些贵人分局重要的干部 我们每天开会 包括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还是照样的召开 没有休息的时间 那这个案子困难的地方是 我们连死者是谁都不知道 对 往前推 推到 推到 这个狗子 过去 近20个人排成一直线 往草丛农地扩大地毯式搜寻 有这排一排的排队 50名寢力一字排开 手中拿了各种工具 走进杂草重生的空地 警方出动100多名寢力 列队排好 进入草长的更高的空地 进行大范围搜索 连续两个星期 几乎是全国失踪人口大清茶 加上那阵子大雨淹水 即使再叫胖胖来帮忙 警方依旧是完全毫无进展 直到有一天 专案小组接到了一通 来自淡水的一名厨师电话 说这是他突然失踪的越南籍女朋友 他跟几个好朋友想说 我怀疑说这个是不是 就是这位被害女子 但是他也不确定 然后他几个朋友跟他讲说 也不要多管闲事的 厨师原本想说算了 没想到半夜骑车回家 一想到失踪的女朋友 路灯突然爆开 还一连爆了好几个 是巧合吗 还是某种暗示 越想越不对 还是决定通报警方 这个头颅的鸭齿 很像他的女朋友 一个越南籍的叫黎氏的 取得到他一张 他跟另外一位越南女子的生活照 有笑着生活照 那我这张照片一取得 我当下一看到 我就觉得是Bingo了 为求胜重 捡紧远赴1600公里外的越南 找到黎氏的妈妈 跟他们约在河内见面 然后取得那个标准检体 再由这个越南的联络官 带回来台湾 给我们做DNA的比对鉴定 确认死者就是28岁 越南人 黎氏 死者叫黎氏妙庄 是2012年合法入台的越南籍移工 在越南早就结婚 还有一个三岁女儿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夫妻俩背了一万多美金的债务 透过仲介来到台湾工作存钱 但问题来了 黎氏妙庄失踪了半年之久 先生居然不闻不问 也没报警 那黎氏在越南已经结婚 育有一个女儿 她的先生叫阿淮 而且阿淮经过我们调查 她工作的处手就在台南 就在确认死者身份之后 警方赫然发现 她不但有一个越南老公 而且已经来到台湾 就在发现尸体 这个台南的工厂旁边这边上班 太太失踪了半年 怎么做先生的一点反应也没有 而且还沉失在先生工作的工厂旁 警方进一步追查 28岁的黎氏在台北上班 交了男朋友 后来先生发现 102年3月23号北上谈判 隔天就回来台南 黎氏从此没了消息 怀疑当时就遭到杀害 他在台湾没有任何的亲人 所以这个人人间蒸发了 除了他先生之外 大概还有说那位男朋友之外 没有人关心 从先生在3月23号的时候 跟黎氏在餐厅前面的公园聊天 被他的先生阿淮发现 阿淮非常生气 就把黎氏带走 自此以后 钟先生就没有黎氏的消息 这双重条件之下 价值之下 我们就会觉得那应该就是他 被怀疑的丈夫叫做冯明槐 警方到黎氏台北的租屋处调查 房东也说失踪当天 有撞见一名东南亚籍的男子 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离开 声称是帮人搬东西 接着他包下一辆计程车 疑似南下气失 所以我们后来也把那个计程车司机 也请来 他说这个男生有异常 背了很多包包 其实那些包包其实就是装着 已经被分尸的私生 而黎氏手机最后的通年记录 更直指在泡棉工厂上班的丈夫 嫌疑最大 侦办断头案的专案小组驱车 进入台南仁德一家泡棉工厂搜索 这里就是死者先生工作的地点 事后警方把三名嫌疑人 带回归人警分局证讯 我问你嘛 3月23号那一天 你坐几点的车去台北 我跟你讲 你在淡水那边你们去拿行李 还有很大 你不要跟我讲有没有 你跟谁去台北的 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 礼拜天24号 你还有去拿行李 有没有 什么没有 一点点 我拿那个包子 有没有 3月23号那天 你有没有去他的房间 有没有去淡水的房间 我拍楼的情绪 但是他忘了不知道 你那一边 好 没关系 我 你进 你们进去房间 你们做什么事 想分手的是合理 没有办法 你几点 几点进去的 如果是你的话 跑不掉 你再怎么 脚内 你再怎么说谎话 都变不过去吗 我们要留住 这一只二 还有人 手机 这是手机 在哪里 没有 这都放白了 他说不是他的 不然是谁的 这是谁的 对啊 他是以前的人 他不知道 你一够有几只手机 这个要做 两只 两只 这可以两千块 可以用不然 是 是 是 在越南的 这一只越南的 越南才可以洗 没关系 你别扣 警方调查发现 越南籍的二十八岁女死者 今年三月底就已经失踪 很有可能当时就被杀害 尸体遭冷冻半年后 凶闲趁着抗日台风来袭 临时起意气失 警方查出 死者的头颅没有发臭 腐坏 也判很有可能曾经冰在冰柜里 而在越南当地有习俗 被害人若是断手断头 就无法向凶手索命 你有没有杀你老婆 要不要难过 你有没有杀你老婆 你有没有杀他 你多久没有看到他 我当下 看到这个被告的时候 被告是一个很冷静 非常冷静的一个人 他没有任何的表情 他也不觉得他很 也不觉得他很害怕 冯敏槐时刻否认犯案 加上需要透过翻译来谨讯 他就有时间思考跟装傻 加上命案已经过了半年多 缺乏直接证据 要怎么向法院申请积押 又要怎么让他 俯首认罪呢 我们只能说服法官是说 除了你杀的 还有谁会干这种事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包的那个头颅的枕头套 是跟他买给离世的枕头套 花色两个是一模一样 派人到工厂外劳的那个储藏室里面 他查看满地都是砖米的尼龙袋 还有黑色的塑胶袋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联想 会不会是这个塑胶袋 后来呢我们去做比对才发现说 两个大小都是一致的 都是62x65公分 从背后打光透视出来了以后 会发现上面有很多条纹痕迹 发现他们的吻合度非常的高 那个尺寸是该工厂特别指定的 可收视独一无二 你有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吵架 他说没有 没有啦 所有证据都指向冯明槐 偏偏被借题的十次都不肯改口 被关了一个多月 眼看两个月的积压期限就快到了 最后选在两人结婚纪念日这一天 警方用了这一招 他终于认罪 我个人也觉得他沉辱非常的深 问到关键的时候 他都会以说听不清楚或忘记来唐塞 直到检警提到一件事 他崩溃痛哭 说他曾经是你的最爱 还是你孩子的母亲 你应该让他有个全师回越南才对 他阿怀因为受不了良心的煎熬 抱得真心忍忍痛哭 其实现场拉起封锁线 警方带着凶险指认并且开挖 终于寻获死者的下半身遗体 坦诚是因为发现这个妻子在外有外遇 后来因为一时情绪激动 才会犯下这件杀人犯行 其实这个男生其实非常爱他太太 因为他觉得他太太很可爱 也算很活泼 那先生其实也蛮辛苦的 因为他每个月 大概都一次到两次 要固定去台北找他太太 都是先生去台北找他 夫妻远夫异乡 又分处台湾南北两地 每个月只碰面一两次拿钱 借回越南两万多块还债 跟给女儿使用 只是没想到 妻子才来台湾一年多 就跟别的男人勾搭上了 他一气之下删了离世一个耳光 没想到妻子开始对他感到恐惧 这回又撞见他跟小王在公园亲密聊天 把他抓回租屋处谈判 阿怀心生不满 一时情绪失控 用右手扭住了被害人的脖子 然后再翻转 用身体压住被害人 直到他一动也不动 当阿怀回神过来 警觉自己失手杀了最爱的太太 他慌了 哭着半世一整晚 他是这样讲 当然我们半信半言 说他很怀念他的太太 他睡了那一晚 他太太跟他脱了一个梦 说你不要把我丢在这个地方 我要天天伴着你 离世有告诉他 叫他要好好工作 护养小孩 而且要把他的尸体带回台南 他要在旁边看着他 有没有好好工作 隔天一早醒来 阿怀思索该怎么把太太带回台南呢 他想起了两人的这个约定 离世刚来台湾的时候 两个人还甜蜜的出游 那离世有警告阿怀 说他在台湾不能交女朋友 假如交女朋友的话 他要把他咔嚓掉 那阿怀也反论离世 离世则说 假如交男朋友的话 他愿意让他切成三结 所以他想到这里 就把离世的尸体 从床上抱到浴缸 然后就拿屋子里面的一把菜刀 还有水果刀 开始从肢解 两人过去的甜蜜约定 却成了丈夫的分尸理由 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他接着搭计程车返回台南后 把躯干丢进了三爷溪 却把头颅跟手臂 埋在工厂旁边 理由也是让警方听傻了 死者头颅就藏在果树园中 而距离凶闲他的上班处手 不到十公尺 据说他每天会站在这个围墙的高处 看死者的头颅 如果他当下只是为了毁失灭迹 大可以把这些东西都丢到大排水过去 为什么把最亲的头颅放在他最近的地方 或许是他非常恨他 或许也像他所讲的 他太太死了 他想在那个地方留一个纪念 这起骇人听闻的杀人分尸案 检察官认定不是预谋杀人 一审法官酌情量刑 依杀人分尸判决17年半徒刑 至于揭发分尸案的小狗胖胖 伺主说原本他的耳聋突然全好了 如今多了神犬的封号 成了地方上津津乐道的话题 被告当下引动他杀鸡的 不是一个处心纪律的 只是因为有感情的纠纷 所以我们后来在起诉的时候 审卓这整个情况 不管是他有利或不利的部分 我们才没有对他求以极刑 最后冯云怀被下任罪及遗弃尸体罪 分别判处15年及4年有期徒刑定宴 至于托梦分尸的说法 则被法官痛斥为无稽之谈 不合情理 而神犬胖胖 则在几年后 因为车祸不幸过世了 夫妻俩一块到异乡 为美满的家打拼的梦 因为情变成了悲剧 是临时过不了那个关 他触发他做的这个不可原谅的行为 觉得他的处境有一些堪恋 加持这个家庭没有小王介入 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但如果又没有小王的主动通报 这个案子恐怕又石沉大海 实在相当讽刺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欢迎有想法的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给我讨论 我是老自宜 我们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